現在9點24分 剛剛到上水火車站 上水啊 現在50A才能接到 麻煩師傅 50A在哪裡接到 50A? 不知道 不知道嗎? 不知道 早晨 麻煩你 50A在哪裡接到 50A所謂第四行 最尾那架 麻煩你 50A第四行 最尾那架 那我們現在去吧 兩三圈而已 2 3 4 在這裏 這裏 咦 這裏排50A嗎? 謝謝 謝謝 那這裏 排了車在這裏 早晨師傅 你好 那我們就由這裏走上去 看車 正常來說就是在對面下的 對面就是這個 古動街市購物中心 有個巴士就是可以在這裏搭出去的 有個76K巴士 可以搭出去的 可以搭出去的 不過呢 車呢 就比較疏小小的 那這輛車就去朗平村的 現在遇到適合時間便搭到 現在不是有陣子等 最好搭回那輛50A出回上水 轉到這裏 我們就走這個 古動南路 原來這裏路上了 今早呢 天色就一般灰色的 天下 都幾凍下 今早 今天我們一行兩人 一行兩人 現在時間九點五十五分 現在時間九點五十五分 沿著馬路旁邊走 向前 這裏是古動南路 這裏有個公廁 要上去廁所就去 會不會去洗手間 不用了 繼續走 好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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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沒有沒有 今天繼續往前走 走左手邊去 繞個圈 我們今早上了麒麟山 走多一點點 但也不是很久 的 一回合 好 繼續是古動南路 這裏是車路來的 一來入村 這個車路的盡頭 繼續上一點點斜我們 由那裏路走進來大概都是幾分鐘路程 應該七分鐘左右 七八分鐘吧 一點點斜路 甚至也有些人走這邊 這條路程都很簡單 其實說真的就不能走 走到這裏 是一條直去的 在這裏轉左 在這裏圍欄 我們轉左走走 這裏就是水塘 來到這裏就是 這裏是一條壩 這個水塘的規模很小 之前主要是做灌溉用的 後期就變成那裏 撲滅火的直升機來拿水 在這裏拿的就是 主要就是 一眼看完水塘 我們走這裏是水塘的壩 這裏是水塘的壩 這裏是水塘的壩 一定會上上面那裏 好像那裏那裏 繞個圈 前方有個山仔 但是我們不是上這裏 前方有多大一百路 很大一百路 很大條的鯉魚在這裏 困住了 可能排水漲的時候 水漲的時候衝了下去 現在不能走在這裏 困住在那裏 這裏有幾大條 這裏有兩斤多的 一個 一個 來到橋頭 我們就跟著轉右手邊去 不要上樓梯 右手邊有一條小路 沿著水塘旁邊走 繞著水塘旁邊 條路窄一點 小心點 沒有插錯腳 掉到水塘 就濕了 不太多人 不太多人 就今天應該都見不到太陽光了 但天氣還是灰蒙蒙 還是灰蒙 有些屍帶 掛在樹旁邊 我們繼續向前走 然後走到這裏 我們向左方向 很多絲帶掛在樹枝上 兩旁也有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裏有一條路 但不明顯 雖然有絲帶 一條半條 我們應該向前走 還有絲帶 狠路 這裏一斜斜地 小心點 不要插著水 繼續沿著水塘邊 這裏還未開始上山 有很多絲帶掛在樹枝上 現在微微開始上山了 現在開始斜斜地上山了 40度左右 不是斜的 不是斜的 正在門上去 不是斜斜地上山 不是斜斜地上山 不難走 兩旁的直坯 就生了一點出來 一點點 刮在兩邊的腳 刮在這裡 這條路也挺明確的 這條路 路方就這樣 少少刮在我們腳 刮在身上 可能冬天 沒那麼多水 直坯沒有那麼密 這個時間 很難 刮到整個樹都是這些 斜帶 很密質質 刮到 你看 兩邊都是 其實這條路都 挺清晰的 不需要刮這麼多斜帶 而且山陰是高 好 還在上去 慢慢爬升 好一點點 就看到水塘了 現在水塘在前 呈現著 好像一個 快餐店的形狀 大家幻想一下 繼續往上走 走山很舒服 這條路 這條路 難度沒什麼 在這裡有些碎石 有一點線 小心點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又斜斜地 這個位置 這條路是斜上些 碎石多些 這條路 比較少少 跌了那麼多難度 因為 很滑 繼續在上山途中 這條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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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知名山頭大概是140多米高 上面山本的直坯也是 稍後應該要下一點點 在這裏下去了,就去對面另一個山頭 繼續上,走吧 到了山仔頭 稍後沿著這裏下 上上面的山崗仔,再繞一個山崗仔 再上山崗仔,上面最頂那裏 就是麒麟山嶺,應該在這裏 看到三角七樑在這裏,隱約 今天最高點在那裏 接著沿著我們就拿那邊下去 站位的位置可以頂著腳的 紅葉,這一棵 附近小口 附近小口 一直在上 好了 上到另一個山江仔 正在對面的山江行過來的 很快去幾分鐘的路程 三數分鐘的路程上來這邊 先去哪邊 這個高一點給那個 應該一會就走這裏下去了 去對面的山江仔 先看看 這裏有一條路 不知道是哪條路 應該都是大同小異的 現在10點36分 我們在第二個山江仔上面 那對面呢 就是麒麟山頂 那邊很近了 已經在望了 這邊 看看風景周圍 下面的村落 那邊 左邊的古洞那邊一帶 金錢村後面 休息了一會兒 繼續走 二人走 繼續向麒麟山頂法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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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洁路的直辟左側边比较密一点 突出了一路走一路挂脚 不是很厉害的,少少 又过到另一个山仔了 后面高出来的山,那边一带是鸡弓岭 下面是新田一带 再远一点,那边就很远了 南角咀那边已经去到 这边再对这个海,对面已经是深圳罗伯一带 沿途有很多丝带引路,但是呢 走很多条路走出来,就自己看离线地图好一点 稍后走错跟错去走,因为它都没有标示在哪里 最主要有很多丝带周围都是 正常来说,我们一路靠右边走 就应该对了 看着最高的山,叫这边,麒麟山 这个方向走 一带地方几邻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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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走到走到了,很快出去 走到山顶了,最高的位置 这真是,算是交流境 这路都是 现在大小的路都行得到,比较简单 而且,也有些景色 其实也有些景色 景色都不错 并不是高的山游 有点光秃秃的地方 那里就是蛇岭 继续往上走 这里比较伸多一点 这一段真是 小心点左边,因为左边是蛇岭的 不要走那么细腾 插脚就是这样的 转下去 小心点,看着路走 不要乱看景 危险 这个边 转下去 这边是 转不回的 继续往上走 这段转路 站起来 这段转路 站起来 又到了咬顶 这段转出外面看看 远方一带余堂 你看看 景团那边 新团 左边 左边 景团很开阳 这边 是西崖 有人在这里爬上来 少少爬 也有一些斜度 普通人就不要转了 这边也有危险的 那边都 那边已经看到三角森梁了 已经在那里 很近了 黄江口岸 那边福田中方就是 跟着这边掃过去 最高的是地王大厦 羅湖也很大 到麒麟山的山顶 222米 三角森梁 那现在 11点 02分 都是慢慢地游上来的 都是 膠油性质 很悠闲地走上来 站在最高的位置 周边就是这样 没有借武党 360 这里真的 虽然不高 山 以前是建筑来的 大家看到这位 这是建筑来的 这是建筑来的 以前这些 应该是 走路的战壕之旅 好像 走路的战壕之旅 这些 是沙泥碎石 有些斜道 这些 有一些斜道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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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好 开始,再下低一点看,形态比较相似 这里走的是山脊上面,山脊的路比较窄一点 两旁都是熬的,别想着看,看着路走,看经就停在看 继续要下低一点,水塘面积出现越来越大,但未看到它有个心形的形状 这个位置有一块石屎建筑物,应该是隧道模式的东西 对面有一块,要来监察或者山下的动态 还是订些东西,不知道 麒麟山,三角测梁那里下来,下来 都下来要十几分钟路程,因为路比较崎嶇一点 慢慢地走下来 嗅一下,它有一股白花油的味道 是吗? 你会摘一下它 嗯,是啊,这些白花油草 应该是 白花油的味道 是,这两旁也很多 如果你暈了,你摘一下它 它对你的精神是更多的 好啊 那些薄荷的味道 好啊 这里还有少少少芒草 干到尾的芒草 好啊 伸下去看看 看看什么情况 看看里面 伸得多入 现在正常着枝棍 在隧道里面,看看什么情况 里面 应该都黑暗暗看不到东西 里面就是这样,看到吗 就是这样的了 一路伸延过去 应该就是 继续向前走 这条路呢 这条泥路有少少外泡 小心点 就是向下斜的 这个泥路的边 早晨 早晨 这个位置看呢 这个形状都 还未像是 以得完美这个位 虽然这里比较开放一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凶狂一点 嗯 嗯 嗯 这边有少少 那边有少少 这边的位置 那这样 但是还未十足 这边也差少少 这边 再来少少看一看 应该在那边的前方位 那里 有少多的位置 都正在建楼 应该就准备一下 因為發展到東北邊 所以很多地方都會發展的了 來到這個位置開始出現了深形的狀況 但是就是這裏的駁位那裏 水壩的駁位那裏就影響了狀態 變了差一點 所以走前一點我們要再往前一點的地方看 應該這個位置會漂亮很多 到現在的位置天開始放晴一點 有些光多了些光 但是都是灰灰蒙蒙的天 因為天氣乾燥的情況 你看看,刮到手一間戒 所以最好穿長袖或者潤膚 不然就刮到手 花曬 但不要嚴重 這些情況不少少 因為天氣乾燥問題 濕度低 皮膚乾燥 這個位置好少少 落了低少少 又遮蓋了膚位 那個深形的形狀 呈現了出來 開始 繼續往前走 在前面的觀望台看看 是不是好些 就好些 拍照 拍照就深形了 但是你退後少少 變成下方這個位置 就 拉長了不像 這個位置 跟剛才的位置是 這個位置好一點點 因為上面是高一點 這裏比較像 對,也是差一點 還要好些的景色 在這裏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跟剛才的位置是 這裡好一點點 因為上面也是高一點 這裏比較像 對,也是差一點 這個位置差不多到落山位 這個位置最好 這裏是最好的打卡位 打完拆了 我們走了 下山了 繼續 彎位地方 一些坑洞的地方 看著路走 一分鐘差了 就不要了 看著 走一分鐘高一點 走出這個位置 走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最像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應該就是最像 心形的地方 這麼多位置 應該就是這個位置最像 心形 這麼多位置 這個位置是最好 最像心形的狀態 這裡走到尾 這個位置 差不多到落山位 這個位置最好 其他位置 就差一點點 因為這些 剛剛遮蓋了 那些缺點的地方 這是最好的打卡位 打完卡了 我們走了 落山了 繼續 繼續 那邊太陽射到 那邊深圳 福田 這樣大大的陽光 開始出來了 好 這裡有個突出位 原來這邊這個位置更正 這個位置更清晰 看到嗎 深圳 原來這邊這個位置更正 這個位置更清晰 看到嗎 深圳 原來這個位置 才是真正的 正式 最好的位置 打卡位 深圳 所以下面有個平台 要拍照的 拿著走漏了 這個打卡位 拍完了 拿著走漏了 這塊黃色的泥土地 開了出來的位置 比較大一點 看上去真是 十足的心形 經過這裡的路口 已經看到的 特別開揚 就是這塊地 看清楚 認清楚這裡 三年山 但是不高 最高那一個 都是三條二米的 麒麟山 其他地方都高不過去的了 這個位置不行 不像 一點都不像 拉長了這邊下面這個位置 心形比較像箭咀多些 因為那些人開了很多觀望台 變成你自己慢慢找一下 剛才最美麗的就是美意那個位置 那個景點就是最美麗的位置 拍照 打卡最美麗的位置 這個古洞佩水庫 前面有鐵絲網攔住的 我們沿著這邊右手邊落了 有一條路會一直落的 在網邊落 沿著它 我們由這邊上面麒麟山下來 麒麟山下來其實是一條路而已 不會迷路的這邊 反而在那邊上就有一點點分岔路 自己小心去看看那些離線地圖 其實也不難的 這邊下來是一條路而已 不會當失路的 那我們就落山了 落上佩水庫了 因為很多屍帶掛在這裏 因為很多屍帶掛在這裏 這裡比較企固 但是也要一級一級的 有些有些 慢慢 如果怕的話 就拿著網邊或樹 慢慢落 有些斜度 在這裏 在這裏 走到變成粉的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比較滑 要小心一點點 一步一步地走 問題不大的 在這裏 路方就是這樣了 滑到這裏 已經開始平了 更換了 那些地方 那段路 是斜一點而已 剛剛從這個佩水庫走出來的閘口 大概路程就十分鐘左右 慢慢走下來 今天行程就完畢了 我們走了大概是兩個小時不到 但是正常來說 應該慢慢走 應該是兩個半小時左右 夠了 充裕時間了 欣賞風景 拍照 打卡 休息 慢慢走 很舒服 其實這條真是交流境 我們今天行程就完畢了 下次再會 拜拜 他們的密集 走一遍 會 在這裏